酸甜苦辣是生命的财富 辉煌平凡是人生的道路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精彩的历程 自由亚洲电台 清诚奉献访谈节目 历程 我原来是木工 我的木工出身 只是想着 学木工的时候 想着做一个好木工 后来有机会上大学的时候 既然有机会上大学 就考考试一试 考上以后 我还是要在建筑这个行当里面 能把它做得更好一点 从来没想到 让我的建筑 让人住了 去心惊肉跳 至少没有什么雄心壮志 但是至少这一点 还是要追求的 就是说 不愿意让人住了 我设计的房子 我施工的房子 去让人觉得 某一天会突然塌下来 住在里面心惊肉跳了 没有这个 从这个具体的做法来讲 对于每一个建筑师来讲 他都要对自己的工程 要签字负责 而签字这个东西 签上自己的名字之后 就意味着 你对这个工程的质量 你对这个工程 你所签字的内容 你要负责而已 负法律责任 今年 明年 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甚至于说 在这个建筑程序的 法律上所允许的 五十年 一百年的时间 你都要负责 所以说 这对于所有的技术人员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负担 所以说 我说 具有这种心理负担的工程师 他当然不愿意 他肯定要去找 找一些办法 怎么样能避免这种风险呢 四川岐江县 有一座桥 这座桥呢 它是一个拱桥 钢的拱桥 在钢管的内部 他们贯了 贯住了一些回应土 但是 这种贯住回应土的时候 它在某一个地方 贯住了不到位 结果形成了 某种空洞的现象 这种空洞的现象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它崩溃了 而且这种崩溃本身 造成了四十几个人死亡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突然 非常非常突然 你想现在的这个 在北京的一个景点里边 也有一座桥 他们认为做得很好 结果就是说 做载荷实验 上去了很多辆很多辆卡车 结果当时就垮了 实际上 对于建筑工程质量的 这种危害 它实际上 不用我举例 只要是中国人 他都能取出 无数的理质来 因为它是个 普遍现象 它已经和中国人的 日常生活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你想躲也躲不了 你想躲也躲不了 它是一个赤入的问题 首先从经济上讲 公邮制本身 就使所有的人 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基础 也就是说 他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基础 他从而也没有独立的人格 所以说更进一步的 他也不需要 像信任一般的经济社会 所需要的信任 基本道德 道德品质 他不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经济基础 这种政治制度 所反映出来的东西 造成了 这个斗杂工程的 这种必然的现象 因为这个 这个结果 是和制度本身 所紧密联系的 所以说呢 它的普遍性 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 它是一种制度原因 这种制度所延伸出来的 品德呀 信用呀 等等等等 造成了这个斗杂工程 这种现象 从近的说来 很像八九民运 从远的说来 这个 我的父亲就是右派 我父亲就是右派 所以说 对于他们那些手段 深有感受 所以说呢 很警惕 但是除了一个工医师的责任 又说不能 不去这个 说出来 因为你这个 你从事了这个职业 你又有责任 你又有这个责任 要么你别做 要么你和他们同流合污 或者说 要么你去自杂 你不要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所以说我认为 我自己有责任 对这个行业的这种现象 提出自己的看法 也提出自己的解决的方式 至于说他们不接受 那是另外一回事 提不提 那是我的责任